大家好,我是阿丽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家常版的红烧排骨 排骨改刀切成小块 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两个八角,桂皮少许,干辣椒 两个小葱碗中结,15克生姜切成片 20克蒜子拍一下 一个青椒切滚刀块 一个红椒切滚刀块 锅中烧水,下入排骨,放少许黄酒 这样做是为了去除血水去腥 水烧开后,撇去浮沫,煮至一两分钟 煮好了,捞出 放入清水中,清洗干净 火中加油,下入控干水分的排骨 把排骨炒干炒香 炒至表皮辉黄即可 下入八角,桂皮,辣香少许 炒出白骨炒 放蚝油 放少许老抽 下入开水 开始调味,生抽少许 盐适量 白糖少许提鲜 烧开后,盖上锅盖,改小火,煮至半个小时 烧出生姜 下入青红椒蒜子 烧至一分钟 烧至一分钟 好了,大火收汁 好了,翻火,烧满 炒到煮干锅盖 好燥 炒到煮煮 炒到煮干锅盖 炒到煮干锅盖